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講起上網,我想應該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些印象, 就是有一樣東西叫Yahoo知識家。 這個Yahoo知識家當時就是在雅虎上的一個答問題頁面。 你可以在上面發問,然後就可以有網友答你的問題。 當時是好多人用的,無論是甚麼疑難集精, 甚至乎讀大學,有人遇到功課上的疑難都會上去Yahoo知識家上問。 裏面的問題是五花百門甚麼都有,甚麼都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在Yahoo知識家裏面見到有網友問, 四歲小朋友過世應該怎樣處理,你會怎樣做呢? 你會將它當成是一個玩笑,還是報警處理呢? 這次的故事就是一個發生在台灣的慘案。 這一個慘案就是有個四歲的小朋友被人凌虐致死。 而不可思議的就是一家七口竟然好像置身事外那樣陪著屍體度過了足足四日。 有一個叫阿偉的人,原本的職業就是做殯儀業的,由於本身具有相關的專業知識, 所以經常在網路上幫網友解決疑難去回答有關殯儀的事務, 亦都順便爭取服務,幫這些人提供一個服務機會。 在11月15號凌晨2點,阿偉就同平時一樣, 下班之後在網上瀏覽就看下有沒有人問相關的問題, 而他就在Yahoo奇摩知識家看到一篇網友問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影片一開始所講的, 四歲小朋友過世應該怎樣處理如果是一般網友, 看到這樣的問題可能就睬一眼就這樣就算了, 就算注意都以為是家屬想要問怎樣辦後事, 就不會多加注意。 但阿偉由於殯儀業者,有專業有經驗, 他感覺這個問題的問法有點詭異, 因爲通常屋企有人過世的話, 就會是圍繞在後事部分,而且會問得更加具體, 譬如是法事怎做呀, 葬禮的流程應該是怎樣呀, 怎樣聯絡這些殯儀社之類。 這個網友的問法,阿偉覺得他好似是問屍體要怎樣處理, 但屍體要怎樣處理這件事通常不會由家屬處理的, 正常來說,如果是一般人過世之前可能已經入了醫院, 如果好突發的話,可能屍體亦都會在殮防, 基本上他們會自行處理的, 就算在家裏過世,都會報警找法醫驗屍, 之後亦都有人告訴家屬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個遺體就由殯儀社去負責的R位股, 可能是這個幼童在家裏發生意外, 離不及送去醫院就死了, 而家屬一時情急, 心方意亂不知怎算好, 就上網問,但這種情況, 不是殯儀業界的人可以處理是必須要報警, 然後交由法醫去驗屍, 確定死因無誤之後, 才會輪到殯儀業者去做事, 不過就算是這樣, 阿偉亦都點了入去看他的問題, 但一看, 他嚇倒, 這個網友以幫朋友問的名義發言, 但文章內容一點都不單純, 文入面, 他以第三人稱講, 朋友是單親同小朋友住在外面, 小朋友在家裏突然之間死了4日, 是否一定要報警驗傷呢, 想給個小朋友好好地走, 應該怎樣處理後事呀, 朋友好煩惱, 擔心不開, 想幫小朋友安置好, 用不需要火葬, 有些什麼流情呀, 阿偉一看呀, 覺得不得了呀, 這一個不是一般人處理死者的做法, 他懷疑這個小朋友沒有送去醫院, 而且在家裏放了4日, 現在問要怎樣處理, 感覺就是不報警, 直接火化, 但很耐心, 網上回答問題啦, 他說以自己做殯儀業的經驗, 一定要報警, 然後再請檢察官驗屍及解釋檢察官怎樣處理疑似非自然死亡的流程, 他強調, 小朋友死了4日不能夠再拖呀, 如果不是腐爛的話, 整件事會更複雜更難處理阿偉, 最後還特意留言給這個鋪文的人, 如果你相信小弟的話, 不妨先跟我聯絡, 我電話裏面跟你講怎樣處理, 如果不是, 小朋友已經過世, 沒有好好地處理, 說不定到時你是會負上刑事責任就好麻煩啦, 於是乎阿偉在問題下面留下了個電話和留言給這個鋪文的網友, 但是這個人沒有及時在網上回應, 隔了一天有個女人打給阿偉, 好似阿偉那樣講啦, 就是小朋友的家屬要問屍體要怎樣處理, 這個女人跟阿偉講, 小朋友在家屍死了4天, 家屍不知怎樣處理, 想請他過來幫忙阿偉, 告訴打過來的人聽, 說他會去了解情況, 但是咳了線之後, 他是即刻報警, 然後就跟警方去到台北縣盧州市中原路的死者家。 11月16日的早上, 阿偉跟警方一起去到死者家, 整班人入到去就聞到撲鼻而來的屍臭味, 果然入到去就發現到有一個用棉被包著的小朋友屍體, 屍體旁邊擺了一台電風扇, 然後有很多在超市買回來的冰塊, 死者家屬疑似就是想用這一個電風扇再吹著冰塊去吸那些屍臭味。 警方一打開棉被裏面, 是一個四歲女童的屍體, 而且擺了很多屍體浮腫, 但仍然看得出全身有多處瘀傷, 頭部曾經是被人撞擊過。 而阿偉就以殯儀業專業身份去檢視屍體, 他發覺這女童是死不眼閉的, 面部發黑, 雖然女童的媽媽和表姨都說女童睡睡覺死了, 但睡覺的話, 對眼應該合起來不會死不眼閉的, 這裏肯定有好大問題。 警方即刻封鎖現場和調查屍體裏面的成員, 懷疑這個女童死因不單純, 這個女童的名叫李婉燕, 當時四歲, 跟著阿媽李玉蟬, 寄居在李玉蟬的表姐家, 疑似受到家人虐待致死。 同周家一家六大兩小住在同一間屋, 他們竟然就是這樣, 陪著屍體生活4天。 根據警方調查, 11月12日下午4時左右, 這個小朋友曾經告訴阿媽, 說頭好暈, 想要睡覺, 當時家人是無懷疑的, 繼續做家庭代工, 然後去到晚上8點打算叫她起床洗澡, 女兒無反應, 一看發現嘴唇發黑斷氣, 警方檢查過屍體之後, 認為死者是被人家暴至死, 死者阿媽, 兩個表姨, 周正儀, 周鳳真, 和另外三個一起住一屋的家屬, 帶到去派出所進行徵訊。 警方懷疑他們三個人的犯罪嫌疑是最大, 當日接近中午時, 媒體就已經接到消息湧過去派出所。 附近的居民見到媒體這麼大陣仗, 都圍了過去八卦, 整個派出所就好像被人圍攻一樣。 一開始, 女兒和媽媽李玉蟬表示, 因為女兒有時候不乖, 所以她是會打她一下, 這些動手管教人人都會。 兩個表姐也都將私捕的矛頭指向李玉蟬, 但警方在詢問過程中, 認為李女士的說法是有保留的。 由她詢問的態度和內藥個性來看, 不像是那種會對小朋友私捕到嚴重的媽媽。 後來警方突破她心理防線, 她這個時候才哭著說, 嘩! 怎算好啊! 她們全部都要將責任推給我啊! 還說好為難啊! 嘩! 女兒是我的, 我只不過記住在她們家裡而已。 警方就在媽媽那裡知道真正行兇的人, 就是死者兩個表姨, 周正儀和周鳳珍, 兩個人經常以女童很吵作理由, 逃手拳打腳踢她, 然後拉著女童的頭去撞牆。 四歲的小朋友來的, 你拉她的頭撞牆, 不要說小朋友啦! 大人都頂不順啦! 大人都會痛啦! 小朋友的身體承受能力比我們大人是只會更加差的。 而且這兩個這樣的人, 有時心情不好也都會用棍去教訓小朋友, 更加是一巴掌一巴掌地打她的臉。 而女童的死因就是追二位受傷, 腦幹出血, 引發神經性休克致死, 可能就是被表姨暗過頭用力撞牆所引起的, 可能有人會問啦, 表姨家暴的時候, 個阿媽到底去了哪? 她就沒問題嗎? 原來她都有問題的, 而且她的問題都好大。 後來警方釐清個案情, 11月12號, 二表姨周鳳珍, 將個女童綁住手腳, 困在房裡, 中午吃飯的時候, 周鳳珍又再打個女童, 將她打到頸椎脫膠至死。 而這個時候, 李玉蟬就在房門外聽到個女兒被人打, 但就沒有阻止到, 沒有幫過女兒, 沒有伸出援手, 所以就造成這一個悲劇, 死者媽媽李玉蟬, 是整個悲劇的開始, 她因為寄人離下, 她不敢反抗表姨, 去保護自己小朋友, 只能夠繞手在旁邊看, 是任由自己的表姨, 將自己的女兒鑑生打死。 為何一個媽媽可以做到這麼冷漠, 不理小朋友的生死, 任人虐待呢? 其實就要看她背景到底是怎樣。 李玉蟬17歲的時候, 和男朋友拍拖, 原本以為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戀愛, 但兩個人在搞事的時候, 是沒有做足安全措施, 導致李玉蟬未婚先人, 然後生了這個女兒, 未婚先人, 然後沒有讀書, 和男朋友在台南同居, 專心照顧女兒, 如果能夠安安穩穩, 過日子, 都可以講得上OK的, 但猜不到, 同居之後的男朋友, 不再是以前那個活潑開朗的人, 開始嫌棄李女士, 然後對她家暴, 因為受不住男朋友長期家暴, 李女士在2009年10月1日 帶著4歲大的女兒, 逃出男朋友的同居地方, 北上投靠兩個表姐, 兩個人和大表姐周靖怡, 住在同一間房, 而這個小朋友一開始, 亦都在表姨家裡, 住過一個星期的好時光, 但是這個好時光, 好快就過去了, 後來由於李女士必須長時間在外面找事做, 所以女兒就一個人留在家裡, 原本還打算接納小朋友的兩個表姨, 開始對小朋友越來越不耐煩, 一開始兩個表姨都只是罰她站, 之後演變成爲掌掛, 後來更加變本加厲, 只要這個小朋友有任何不聽話, 竟然是會將她五花大綁, 綁住在房裏面, 然後綁起她打, 用棍打她4歲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哭著求救的聲音, 她媽媽聽到好難受, 但是她發現自己根本無能為力, 剛剛才脫離男朋友的魔爪 現在去到表姨家裡的人離下, 而且她找事做是非常之不順利, 只能夠跟著表姨一起, 在家裡做家庭代工, 所有事都要靠表姨幫忙, 她不想再被人趕出去, 所以她竟然跟女兒說, 你要忍耐, 你要聽話, 乖乖地我們才能夠繼續住在這裏, 如果不是我們只能夠睡街, 但是兩個表姨的家庭是越來越過分, 已經不是小朋友乖乖地聽話 就能夠不用被人打了, 但李玉蟬可以怎樣呢? 她自己覺得是什麼辦法都沒有, 她離不開表姨, 她是沒有一個自力更生的能力, 或者這一個就是一個無能的媽媽, 為了生存導致小朋友命都沒了。 在10月27號, 死者家樓下一個食堂員工, 發現這個小朋友不哭不鬧地坐在食堂外面, 她原本以為是走失的小朋友, 但無論她怎樣問都好, 小朋友都不出聲不肯講話, 食堂員工擔心女兒童沒飯吃, 就拿東西給她吃, 就以失蹤兒童的名義報警協尋, 而派出所的警察去到現場詢問之後, 就知道個女童住在樓上, 將她送上樓之後就口頭 她罵了罵屋裏面的大人應該要照顧好小朋友, 不要讓她離開大人的視線。 那現在看回會不會是媽媽不在家, 這個小朋友又被人罵, 才偷偷地走出來呢? 即是說她是想離開地獄一樣的地方, 但她媽媽因為沒有謀生能力, 所以走不了。 如果這個時候女童能夠跟食堂的員工, 或者警察說些話的話, 就算大聲哭也好, 那這個悲劇是否不會發生呢? 如果這樣看, 這個小朋友的好懂事, 亦都是因為他的懂事, 不哭、不吵、不鬧, 就令到自己的處境越來越惡劣。 當然, 亦都有可能有一種情況, 就是這個小朋友已經是被家裡的這班大人 教訓到不敢哭、不敢出聲, 只能乖乖地坐在街上。 而其實警察是不知什麼情況之下, 就將她送回虎口。 半個月之後, 她變成了一條, 睡了在冰塊旁邊, 吹著風扇的圍體。 而距離她倆母女兒搬入表姐家, 才不過是個幾月。 這案最後, 二表姨周鳳珍, 就被判傷害致死、傷害、防害自由罪等罪名, 判十二年監。 大阿姨周靜儀, 就依傷害防害自由罪, 判監三年。 而看著自己小朋友被家暴致死的媽媽李玉蟬, 就被認定是共犯,判刑八年。 聽到來這裏, 你們是否覺得為何判刑會這麼輕呢? 好像好不合理。 原來在法庭上, 這兩姐妹便稱自己不是有意打小朋友, 即是她太頑, 經常在家欺欺欺自己五歲的兒子, 所以就想教育下這個小朋友, 因為自己是長輩, 是無意置於死地, 是失手誤殺。 法院竟然是採訊了他們的辯解, 最終這個兇手只是判十二年, 八年和三年而已。 是否很荒謬的一件事呢? 死了一個四歲的小朋友, 代價, 懲罰竟然是可以這麼低的。 這案件其實都是相當之慘。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見, 拜拜!